作詞 訴訟週晚些時候成交給了紐約聯邦法院 訴訟強調 谷歌在2013年 使用了一個名為博南克計畫的秘密計畫 利用競價數據為自己的廣告購買提供優勢 例如 在2015年的一次競價中 谷歌根據歷史數據 通過操縱 讓使用谷歌廣告的客戶獲得勝算 迫使客戶使用谷歌廣告服務 否則他們會在競價中失敗 谷歌現在已經面臨多項法律訴訟 其中包括司法部提起的壟斷行為訴訟 本週早些時候 谷歌對歐盟的一項 28億美元的反壟斷裁決上訴失敗 谷歌的母公司字母控股和德克薩斯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都沒有立即回應對訴訟發表評論的請求 新唐人記者徐哲 瑞麗綜合報導 詞曲自己的謎歌 通過了 感谢观看